那众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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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请放长 好 诸位知事 诸位居士大众放长 我们今天是大方广 圆绝修多罗聊意经的最后一堂课 我们希望这一堂课可以圆满 但是看以下还有四位菩萨 那我们尽量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再多加一堂补充的课程 圆绝经我们在这一次的节下 已经圆满了前面的这个八位菩萨的一个学习 那文书菩萨一开始问 如何依着清净的圆觉而修行 佛陀他一一的依着本具的觉性来修行 目的是希望呢 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圆满的觉性是什么意思 怎么修 那我们上一次呢 已经提到这个清净会菩萨章 随顺觉性 依着随顺觉性呢 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状态 那有三种法门 那第一个叫做深魔他 第二个叫三魔 第三个叫做禅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这十二个菩萨 这十二位菩萨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净诸眼障菩萨 这个净诸眼障菩萨的问题 他说 他说如果这个决心 本性清净的话 因何染污 使诸众生弥漫不入 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 就是净诸眼障菩萨的内容 那大家就会比较了解 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这里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知道 那既然 我们的所有的修行 都是依据清净的自信 那这个心是本来是清净的 是圆满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被蒙蔽 没有办法修成呢 所以我们先看 在这个课本 在课本 从 二百三十五页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二百三十五页 这个 修多罗了意经 这里 从净诸业障 菩萨 奉教欢喜 下面这一行开始读 善男子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妄想 只有 我 人 众生 给予寿命 任四颠倒 为实我体 由此 变身 正爱二净 于虚妄体 重植虚妄 二妄相依 生 妄业道 有妄业故 妄见流转 妍流转者 妄见捏盘 由此不能 入清净诀 非诀为惧 诸能入者 有诸能入 非诀入故 事故动念 急与喜念 皆归迷闷 何以故 有有无始 本起无名 为己主宰 一切众生 身无悔目 身心等性 皆是无名 譬如有人 不自断命 不自断命 事故当之 有爱我者 我与随顺 非随顺者 变身正愿 为真爱心 养无名故 相续求道 皆不成就 善男子 云何我相 为诸众生 心所证着 善男子 譬如有人 百害调逝 忽望我身 四肢闲缓 涉养乖方 为家真爱 及知有我 事故正取 方现我体 善男子 其心乃至 正愚如来 必尽了知 清静捏盘 皆是我相 善男子 云何人相 为诸众生 心无证者 善男子 物有我者 不负认我 所物非我 物亦如是 物已超过 一切正者 息为人相 善男子 其心乃至 原物捏盘 据事我者 心存少物 备丹 正礼 皆明 人相 善男子 云何众生相 为诸众生 心自正物 所不及者 善男子 譬如有人 作如是言 我是众生 则知 彼人 说众生者 非我 非彼 云何 非我 我是众生 则非是我 云何 非彼 我是众生 非彼我 故 善男子 但诸众生 了正 了悟 皆为我 人 而我 人相 所不及者 存有所了 名 众生相 善男子 云何 寿命相 为诸众生 心照 清静 觉所 了者 一切业智 所不自见 犹如 命根 善男子 若心照 见 一切 觉者 皆为 成垢 觉所 觉者 不离尘固 如汤 消兵 无别有兵 知兵 消者 存我 觉我 亦复如是 善男子 莫世众生 不了四相 虽经多劫 辛苦 修道 但名 有为 终 不能成 一切 圣果 事故 名为 正法 莫世 何以故 认一切我 为 为 涅槃 故 有正 有物 名 成 就 故 譬如 有人 认贼 为子 其家 财宝 终不 成就 何以故 有我 爱者 亦爱 涅槃 不 我 爱根 为 涅槃 相 有 正我 者 亦 亦 生 死 不知 爱者 真 生 生 死 故 别 生 生 死 民 不 解脱 云和 当之 法 不解脱 善男子 必 必 末世 众生 习菩提 者 以己 为正 为自 清静 由 未能 静 我 向 根本 若 富 有人 以法 及生 欢喜 便欲 嫉妒 若 富 毀 棒 彼 所得者 便身 称恨 则知 我 向 坚固 支持 潜伏 藏士 游戏 诸根 曾 不 见断 善男子 彼 修道者 不 除 我 向 事故 不能 入 清 静 觉 善男子 若知 我 空 无 回 我 者 有 我 说 法 我 未 断 故 众生 受 命 亦 付 如 事 善男子 莫 是 众生 说 病 违法 事故 名为 可 怜 名者 虽情 精进 增益 诸病 事故 不能 入 清 敬 觉 善男子 莫 是 众生 不了 四项 以 如来 解 及 所 行 处 为 自 修行 终 不 成 就 或 有 众生 慰德 慰德 慰正 慰正 见慎 敬者 心生 嫉妒 有 比 众生 慰断 我 爱 事故 不能 入 清 敬 觉 善男子 莫 是 众生 希望 成 道 无 令 求 物 唯 意 多 文 增 长 我 见 但当 惊情 祥福 烦恼 喜大 勇 勇 慰德 令德 慰断 令断 贪 成 爱 慢 惨 虚 嫉妒 对 尽不 生 比 我 恩 爱 一切 几 灭 佛 说 世人 见 此 成就 求 善之 事 不 惰 贱 若 于 所 求 别 生 真 爱 则 不能 入 清 尽 绝海 我们念到这里 后面就是在重复 重颂 重宣 此意 那这一段呢 很长 我们念完了之后呢 一直出现的所谓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我们可以回扣到 禁诸业障菩萨的问题 若此决心本性清净 因何染污 使诸众生 迷闷不入 对佛陀回答 禁诸业障菩萨的问题 最主要就是扣紧 因为这个事项 那这个事项呢 就是我们迷闷不入的 主要原因 所以 我们会发现 所有一切法 要解决 我们不能够明白 自己本性清净的问题 有两种方法 两种渠道 来切入 第一个就是 破旺 我们有什么旺呢 就是有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在金刚经里面 他会问 如何降伏其心 就是从破旺的角度 那我们要怎么样 把自己的我相 能够去除 就要先认识 那我相从哪里来 原觉经里面在这里 讲到 我相 他所解释的这个角度 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 或者是常常听到的这个解释 是又更维系 他直接从我们的观念 就是知见 就是在这个清净的决心当中 你要如何能够细致的去观察 不管你做什么 如果这个心呢 没有放下这个我呢 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 契入 就是会迷闷 会没有办法契入 这个本性清净 那第二个渠道呢 就是我们不管这个 我相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因为他就是染污心 所以华严经呢 就是直接 不起众生 不起凡夫 染污心 即是无上菩提道 就是直接呢 一体启用 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讲 就是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就是云和阴住 我们直接就安住在本性情景 那这个是可以互相搭配 回护用功 那我们所有学习啊 都要依据这个方向 破旺显真 那乃至于在自己的心当中 要肯定 我们每天学到的这个法 就把它用出来 否则呢 我们学了很多 你等一下 我们在这一段 就会看到 这个错误的态度 错误的知见 你没有办法悟到本性的时候 乃至于修行 成佛 都没有办法圆满哦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业障 要怎么尽 真正的去探讨 业从哪里来 它才会解决 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障碍 所以我们就先开始来看 这一段 佛陀讲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由于妄想执着 我 人众生给予寿命 把这四项当成是实际的 但是事实上呢 有没有我呢 没有我 但是我们全身以为 忘以为 想以为有我 所以叫做忘想 就是这个忘就是 把假的当成真的 就错误的认为 那这样子的情况 会造成什么呢 就会让我们 迷失了自己本身 叫认贼为子 因此呢 认贼为子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会有 正跟爱 就是喜欢跟不喜欢 所以反推呢 如果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的 这个叫爱正分明 有些人是 嫉恶如仇 或者是呢 这个个性啊 喜欢就很喜欢 很偏 然后讨厌呢 就很讨厌 那有这种冤家 有这个仇家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心都不平等 只要你凡 但凡呢 你的不平等出现 就表示啊 我们一定有我相 一定有这个四相 所以这个正爱二净 其实不是净的问题 不是那个人 那个对象 或那件事情 不是那个净 而是因为我们有我相 好 那结果呢 根本就错误的 去认知这个世界 结果我们又 不能够认清楚 任言经里面就讲 我们叫做 自心许自心 非幻成幻法 那金刚经就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可是呢 我们不知道啊 这一切世间的 这个梦幻泡影 是虚妄的 我们却以为 好像有一个东西 可以追求 外面的这些境界 你不管喜欢什么 就是在虚妄的 一个境上追求 但是呢 其实我们回头啊 来看这一句 它这一句的意思呢 于虚妄体重植 虚妄 这个其实一个是 能观之心 就是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心 有没有我呢 其实没有 它是一个假和的 一个状态 所以它是虚妄的 本体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然后呢 就以为啊 这个外境 是真的实有 但是事实上呢 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这所有的境 都是由我们的内心 投射出来的 那结果 我们却又以为 这个外面 有一个境界 可以追求 所以内心 再加上外境 这个心境二望 互相依存 那因为呢 你说 是因为法 而生心 还是心 来生法呢 譬如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你这心情不好呢 看到所有的人 就一肚子火 都不顺眼 所以我们就会说 你真的很讨厌 你把我惹火了 但是事实上 是境界惹火吗 说话 你就觉得很难听 不说话 你就觉得这个人 很阴沉 那到底 他说话好 还是不说话 通通都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 心情不好 但是有时候呢 又是 我明明就没有怎么样 但是就是 诸事不顺 这个也 找我麻烦 那个也找我麻烦 所以 当你的心 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更容易 会招来 这对你 不利的境 所以心会招感 这样子的冤 这样子的仇 你越不喜欢 这一类型的人 你就发现 你越容易碰到 那越碰到呢 你就越烦恼 越烦恼 你就越难处理 这一段关系 所以二望相依 那同样的呢 如果我们现在 觉得 有人告诉你 你今天遇到的任何人 都是贵人 你看到的任何事情 都是书胜的 甚至于你在读经 你翻开的那一页呢 就是你要的答案 那你是不是很随机的 一打开 真的那一句就入心了 或者是那个人 你就看得很愉快 很顺眼 他真的可以来帮助我 所以好的心 爱的心 你也会招来爱的境 正的心 也会招来正的境 但是事实上呢 正或爱 是真的吗 它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那为什么不是真实 它是有生有灭 它会变化 如果爱是真的 你应该永远都不会变 如果正是真的 你应该永远都不会变 可是我们看这个世间的冤家 他怎么竭来的仇恨呢 刚开始啊 两个人还是好朋友 后来因为某一件事情 反目成仇 那夫妻呢 要离婚吵架 那当初呢 还是三盟 所以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啊 这个变化的境是虚妄 而以为呢 真实有 很容易就走不出去 一旦呢 遇到挫折 遇到麻烦 你就觉得全世界 都没有办法去突破它 甚至于有的人会放弃自己的努力 就算了 就是啊 反正这个人生就如此了 就不会再想要去改变它 但是佛法呢 他讲因缘法 就是因为看清楚了这个虚妄性 因为这是虚妄的 所以可以被改变 因为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呢 其实也是借甲修真 就是生妄业道 就是这个既然业是虚妄的 那我就表示我们可以造恶业 也可以造善业 甚至于修行 也可以怎样去创造出自己的一个 舍妄归真的一个途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里 金珠业障菩萨要问 因为这我像很困难吗 我像其实是虚妄的 所以它要破除啊 其实并不难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 它是怎么来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它 你以为呢 逃离这个世间的我像 我就跑来修行 如果你的我像没有解决啊 你还是会在我像当中 继续用修行来掩饰你的我像 最后还是有问题哦 所以他讲哦 有妄业故 所以就有流转 但是我们现在 如果讨厌轮回 我厌倦这个轮回 我要来修行 这什么人会这样 就是声闻 原觉 他说这个生死很可怕 轮回很痛苦 所以呢 我现在要求捏盘 那舍掉生命 而取一个捏盘 请问 还有没有在生命呢 还是有的 因为呢 他的心啊 还是没有离开 爱正二进 所以这里呢 就点明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哦 不是选择 你在哪里修行 你用什么身份修行 或者是 你遇到什么人 你选择什么法门 不是 最重要的是 你用什么心来修行 如果我们还是有我像啊 那你不管是在世间 还是出世间 你在家 还是在道场 你都还会是活在一个望剑当中 不管你望剑的是轮回 还是望剑的是涅槃 统统都是虚妄的 因此呢 我们就要来看哦 那这是 就这个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由此不能入清净觉 就不能够弃悟圆觉自性 也不能够弃悟清净的觉性了 那这个不是因为啊 觉为惧诸能入的 他不是因为这个觉性不让你悟 而是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四项障碍住了 有诸能入 非觉入固 所以是我能入的这个心呢 产生执着 所以把自己排聚在这个觉性之外 那这个其实是很维系的哦 为什么 因为只要我们有两个 通通都是有问题 叫做起心动念 或者是我要消灭我的起心动念 你看修行啊 我们就说要怎么修念佛 或者持咒 那这是不是起一个念头 起一个念头呢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无念的 无念的时候呢 心最自在 最清净哦 可是当我觉得嗯 我要来修行 是不是会动一个念头 那这个修行是一个法门 是一个方便 我们必须要知道 方便有多门 但是目的是为了舍望 就是以望除望 我今天起了一个念头 我要念佛 是为了要去除 我没有念佛的时候 有很多的杂念 妄念 起烦恼 起贪心啊 所以用念佛来提起真念 但是念佛这件事情 它还是一个动念哦 它还是一个妄念 好 那我们来打坐呢 哇 这杂念好多 所以我就数习 数这个 不管是数字 或者是呢 持自己的这个随习 或者是保持正念 或者是修中道实相 起一个正观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正观呢 它也是一个念 一个假 一个妄念 所以不管是起念 或者是为了习念 而起念 那还是迷门的 因此 我们就要知道哦 这个 其实在讲的是一个究竟法 实际理地 不利益法 那我要怎么办呢 这其实这里就 开始慢慢的引导我们 去认识到最究竟的本体了 他说 因为呢 我们其实本来啊 就没有这个无名这件事情 可是啊 当我想要去 提起一个认识自己的这个心 我们会这样哦 从小出生啊 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 然后就看这些境界啊 看这个 这个很多人啊 就来自我介绍啊 哦 好可爱哦 你是谁家的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啊 慢慢的去认识一个 叫做我这件事情啊 那我是姓黄啊 你这个人啊 是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 这是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哦 那这是我的师父啊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啊 就是在建立 从没有概念啊 就建立了很多 名词的串联啊 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呢 有互动 我们要牵去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的时候呢 就开始啊 铁标签啊 这个对我笑的这个呢 嗯 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啊 那这个呢 看到我都不想理啊 或者是把我弄哭了啊 那这个呢 应该就是我的讨厌的人啊 所以其实呢 这其实就是 午时以来啊 我们的念头 在起的时候呢 环绕在自我 好 那这些自我的这个心啊 就慢慢慢慢 日记月累 你就习以为常 你不知道啊 这其实是不需要起这样子念头啊 因此慢慢的 就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 但是呢 我这个观念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因为 我很清楚的 感觉到自己的舒服跟不舒服 啊 所以呢 哎 后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两种啊 一种是我爱 第二种呢 是爱我 是不是啊 那我爱 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因为 那个人爱我 啊 或者是我 喜欢啊 所以 我爱跟爱我呢 其实它是一个 互相吸引的一个望值啊 那一般呢 通常都是 啊 我们是顺着姻缘在走啦 啊 每一个人呢 感觉好像 这个是天性啊 就是母爱是天性 这是我的孩子 这个爱呢 是真的是天性吗 可能这个天性里面 还有包含一个 这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爱他嘛 啊 所以其实 归根结底呢 还是一个我 啊 啊 那这里呢 我多久讲啊 我们为什么会有正跟爱 啊 其实是因为从我出发的话呢 有爱我者 我与水顺啊 就是我会顺着这个爱啊 去建立我的啊 这个世界观 我的价值观 我喜不喜欢啊 我我要往哪里去啊 那如果水顺呢 就会舒服嘛 但是呢 如果不水顺啊 没有顺心 他就会违逆啊 就会生起正愿啊 那有了这个正愿啊 正爱啊 前面已经是无名了 你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嘛 啊 那结果呢 就又在助长这个无名啊 相续求道皆不成就 就是不断不断的去轮回啊 不断的这样子去助长的时候呢 你是不容易成就道业的啊 我们这一次节下讲了大圣起信论 这大圣起信论的三系六出 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 这个细事的一个轮回 流转的过程啊 那这里呢 提到的就是比较简单啊 直接就是从啊 这无名 然后就到正跟爱 那有正跟爱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养成 所有的一切的啊 这个世界的一个状态 我们跟人的互动 其实如果是这样子来想的话 修行很简单 你就是注意你自己的两个事情 就是正跟爱 好 你只要发现我开始喜欢 开始不喜欢 诶 那个我像在启动啊 那就开始去注意它 关照它啊 因为这是我们的业的开始 业的开始啊 你如果没有解开它 到后面 你还是呢 就顺着这个爱跟正了哦 好 那顺着爱跟正呢 就会开始产生的四项 所以接下来呢 就来谈 云和我像 为诸众生心所证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证明我嘛 我们要怎么证明有我呢 他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哦 就是譬如说你平常啊 平常很舒服 身体没有 不健康 好 这时候呢 身心没有感觉 这是空性哦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身体 因为这是很舒服的 没有痛啊 那我们中医呢 就讲过一句话 叫做痛 则是因为不通 不通则会有痛感啊 所以表示呢 诶 这个不健康的时候呢 是因为不顺畅 不调适 所以就会有痛感 有痛感呢 其实就是谁在痛 就是我在痛啊 所以他这里讲哦 百害条是忽妄我身 这时候是没有我的概念 但是呢 四肢闲缓 闲就是很硬 全身僵直 就硬邦邦 所以有的人头一动啊 就扭到 因为它很坚硬 坚硬到呢 肢体很僵硬 僵直 那缓呢 就是什么 太软了 软到站不起来 无力 全身无力 腿软 所以前一阵子 我们拜佛 有的人拜一拜 哇 不能走路 那这个叫做缓 那四肢呢 只要过于僵直 或者是过于舒缓 都是有问题 表示那个四大不调 身体有问题 这时候 摄养乖方 要去照顾他 要去养这个身体 结果又用错误的方法 乖方就是错误的方法 那怎么办呢 哇 这个身体出问题 我们就会去想办法看医生 医生给我们针灸 或者是爱灸 这个真爱 一下去呢 你是不是马上就 知道有我了 所以你要去看医生 以后就说 我要去体验 有我的感觉是什么 那针一扎下去 哇你会痛嘛 谁在痛 就是我啊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你没有感觉 没有知觉到我的存在呢 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什么是我 但是你的心呢 一旦有了这个意识 就是有我的那个概念 他就 我这个观念就出现了 所以他讲事故正 正就是我要证明 有我嘛 然后取我要执着 你要执着什么 你要执着一个东西 你要执着一个对象 一个实有的东西 你才有办法去建立 所有你的执着 所以为了正跟取呢 就出现了一个我啊 所以这个我 其实是一个妄想执着的载体 妄想执着 他需要有一个地方 需要有一个对象 可依赖 那你在这个世间呢 你要怎么去执着他 你要怎么去认识他 所以呢 我们在讲这个为事的时候啊 这第七事 就是一个我执 可是第七事啊 其实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啊 它是一个假的事 那这个事呢 要去认一个我 他必须要寻找 寻找什么 寻找可靠的我啊 所以呢到最后呢 他要在这个 然后第八事 的这个本体 阿赖也体上呢 就要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 所以就是能证 然后呢 对所证 所以有这个 我的象现前的时候 其实他其实 是自己的心 去执着自己的心 然后他到最后呢 就出现了一个我的假象 那到底是不是有我呢 其实啊 这件事情很微妙 就是我们因为天生生下来 有了这个色身 有了这个生命体开始 我们就一直是执着的 那没有这个执着 你还活不下来 所以我既然要活下来 我就一定有我 所以这个最难解决的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能够破除我之呢 其实是唯利我们的 根本的生存的本能 我的本能就是我啊 那现在要破这个本能 真的是很难 很困难 所以为什么呢 转繁成圣呢 就是一念之间 因为这个念呢 其实你本来是没有的 可是因为无始以来呢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这个只要轮回 你就一直不断的去加强它 加强它 加强到最后 它已经跟我们的本能呢 完全是绑在一起 它融为一体的 所以你要去破我的时候呢 一定要升起一个 很殊胜的无我观 那这个无我观 要多么的细致呢 就是要你出现我的频率 有多少 你就要出现无我的观 来对峙它 来对应它 否则呢 你是我说 有啊 我都有听法 我都听这个四念处啊 听这个清静心啊 每个礼拜都有很固定的在听佛法 可是你一整天呢 听佛法 诵经 然后修这个无我观的 这个时间呢 实在是太少了 假设我们现在呢 24小时 每天听一个小时的佛法 听两个小时的佛法 那修行的功课呢 就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可是除了这个时间之外 和尚经典 离开法座 好 那还有22个小时 你在做什么 我们就在 又在增长我了嘛 所以22比2 啊 这个一定是啊 我值一定会赢啊 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可是我们却常常呢 就以为修行修了 一天两天 你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哦 然后你要解决这个 无时以来的这个轮回 这是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呢 也讲起来也很简单 因为修行啊 在经累节 物则刹那间 因为不是你花多少时间读经 花多少时间听法 是你听懂没 如果一旦呢 你突然明白了无我的道理 这个观念呢 彻底的颠覆了你的我值 你至少要有这个观念 我是假的 没有我 所以只要呢 你的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呢 一起我向 你马上就觉察 哦 这个又开始了 这又是 这又是我值 你只要随时这样觉察呢 哎 他随时呢 都在化解这个我 慢慢慢慢的 你就修行啊 就会成团成片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节下呢 讲到 我和止观啊 讲到的这个四种三昧 这个三昧啊 就让我们 随时都进入这个本性 本性的状态 他就可以呢 彻底的解决这个我 否则我们就是啊 如果修行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偶尔修一下 然后有空修一下 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 在自己的心念上 好好的 干得久 哦 那可能没有办法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还要再怎样 还要再来 还要再来 而且呢 而且不见得哦 你一出生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那你就还要再 累积了几十年的我 然后最后呢 又听到无我的道理 哦 然后又觉得 哦 这个无我很殊胜 那我要 我要开始来修 那我要开始来修 结果呢 修一修 又觉得很困难 又放弃 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 哦 不断的这样 另外没了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根本的问题 后面呢 他这里就讲 其心乃至正于如来啊 乃至于呢 哎 我们要去修行 要正得清静的捏盘哦 这个都还是我像哦 哦 所以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是最根本的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认识了这个我了之后呢 什么叫做人像啊 人像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别人啊 众生心 正得的我 那不是我啊 那是别人 那是你认识的我 那是你认识的我 挣扎在别人的手上呢 哦 谁会痛 他会痛 所以那个就是人啊 那你根本就不会觉得 别人会痛啊 但是有一种情况呢 会超越这件事情 就是你把对方当成是我啊 譬如说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哦发烧啊 哦很可怜 你只哭啊 你就感觉呢 你很很焦虑 你把他当成是你的心肝宝贝啊 你就会感同身受啊 感同身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是很痛苦的 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 甚至于你的痛苦呢 会超过他 哦 所以这个爱这件事情啊 他是可以让我们 把别人当成是自己 所有的佛菩萨的慈悲 都是这样来的 菩萨是众生为一子 哦 那他把这个爱呢 扩展 扩展成 没有人像 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时候呢 也没有我像 也没有人像 但是这边呢 我们讲到这个人像 是因为前面那个我像 那别人悟到的 那是他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是人像 那至于原物涅槃 也是这个我像 也是人像 好那再来呢 诶 众生像是什么 众生像呢 就是有很多人 我也不知道这个众生像 其实众生像是我们自己 假立的一个概念 譬如说我们现在讲 众生无边誓愿度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你只要跟着念 你只要归一 你都一定要念到这一句 好那 菩萨呢 他也是这种似弘誓愿 然后呢 有时候我们听了佛法 我们也觉得 我应该要广度一切众生 我会发愿 可是这个众生是什么呢 诶 我们想象的众生呢 我们认为的众生啊 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不是我也不是人 就是不是我不是人 但难道众生是离开这个的吗 不是啊 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在哪里 第一个 我就是众生啊 我心里就是众生啊 我有度众多的生命 我就是众生之一 所以你要度一些众生 你要不要先度我自己 会啊 你一定会先度到自己吗 自己的自信众生 一定会先成就 所以不会有 自己不成就 然后都在度众生 为了众生牺牲的小我 没有这种事情啊 好那但是呢 其实众生就不离开我 然后众生也不离开 你身边的这几位 你家的这几个众生 可是呢 当师父讲 你家有很多众生的时候 你听到的 你会很害怕 你以为呢 那些众生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鬼啦 要不然地狱中的人 所以其实不是 那这表示呢 我们对于众生的认识呢 是非我非人 但是事实上其实不是 众生是不离开我跟人的 包括你家的谁 家的这些蟑螂 老鼠蚂蚂蚁 这个其实也是你的 要度的众生 跟你有缘 要不然怎么会选到你家来住呢 可是呢 我们说众生无边是愿度 可是呢 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很想把他们赶走 最好去别家住 这跟我无关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狭隘的观念 那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自己的 这种我的观念呢 就不会有众生像了 所以这基本上呢 根本还是由我而出发的 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叫做寿命像 那这些呢 都是这个事项 其实就是从我像开始出现的 那这个众生 有这样子的不了解 虽然勤苦修道 但是呢 你怎么修行啊 你都没有解决这个我的问题啊 所有修的法都叫做有违法 所以有违法不是你做什么 是你的观念 因此呢 有一个人啊 他说他觉得大家应该啊 就是不要那么忙 修行人不要那么忙 应该就是安安静静的 就在那边打坐一整天 打坐一整天 送经一整天 不要在这个外面 这个习菩萨道抛头露面 然后大家忙得呢 每一次呢 就仁养马帆 老是动众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他所认为的 无违法也是不对的 因为什么叫做有违呢 就是你不管做没有做 你只要不了解四项 那你不能够明白 我像人像 众生像受者像 那就是有违法 所以即使你在那边打坐 可是你是有我像的打坐 你一样是如此的 你即使什么都不做 你已经躺在那边了 你还是有违法 但是如果你能够无我呢 你即使的大做梦中佛事 你这建道场 度众生 讲经说法 做所有的有违的功用 你都还是无违法 所以真正的有违跟无违 不是向上的问题 而是你的心的问题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一切圣果了 佛陀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子 你看有的是神通第一 有的是说法第一 有的是头脱第一 有的是论意第一 有的是苦行第一 有的是忍辱第一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第一第一第一 表示每一个人的修法都不同 人格特质都不同 因缘都不同 际遇也不同 环境也不同 身份也不同 那为什么 那有哪一个这个修行法门 叫做无违 没有 每一个都是无违 你只是方便有多门 那我们要知道 人人都有佛性 没有一个人是统一规定 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佛的 那你看我们读这个 梁红宝灿里面的佛 每一尊佛都不一样 是不是 那还有这个什么 什么上次师父就讲的 那个救命佛 是不是 也有这种佛 也有睡觉佛 那不懂的呢 还以为是睡觉佛 那的确呢 如果睡觉呢 也能够了 弃物无违法 那睡觉也会成佛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不是 做或者是不做 做什么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观念 因此呢 任一切我为捏盘故 有正物名成就故 譬如有人认责为子啊 那你如果呢 以为说啊这个 这就是捏盘 我正到捏盘 我修得很好 我很会用功 我现在呢 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我听到的是究竟法 那有的很多人 听到自己 就是觉得自己悟到了 每次呢都说 嗯 我学的是究竟法 那法师啊 你讲的是不究竟法 那你有这个念头 你基本上就不是究竟法了啦 因为所有的方便呢 你要横缩述缩 只要不离开 佛法的道理 你这个说的方法 你只要有人因此而得悟 他就有存在的价值 而不可以呢 就就是直忘非他 直自己 直自己的 所学到的 所认同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最究竟的 别人都不究竟 别人都不会讲 那这样子呢 你其实没有成人之美 你也不了解众生心 因为有的人 他就是喜欢 这些色身香味触法 菩萨很厉害的 他是运用五成而做佛事 巧做佛事啊 巧把成佬做佛事 那有些人就会执着这个无违法 执着无违法 执着究竟法之后呢 把所有其他不符合他标准的都当成 就是不究竟 那这样子其实也很有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他叫认贼为子啊 所以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能够渊融的去认识到这个观念 所以他就讲哦 有我爱者 或者是有这个爱我的这个观念 有我像 那也会怎样 对涅槃这个清净的境界产生执着 扶我爱根为涅槃像 那一样啊 有正我者亦正生死 不知爱者亦生死不 所以不知道呢 根本的问题是那个爱证 而不是生死或捏盘 因此呢 不管怎样啊 都不解脱 那为什么不解脱 因为啊 以为 这是我正道清净 所以现在又更维系的去观察 连对于无违法 也不能产生执着 对于清净法 也不能产生执着 如果有呢 其实那个叫做我像啊 所以不只是对于世间 有这个我像 对于出世间法 也会有我像 那尤其是呢 我们的这个我直很严重 常常学法 觉得自己学得很好 那因此产生的傲慢 就不知道 其实啊 这是傲慢心在学法 而不是真正的发心在学法 所以比修道者不除我像 就不能够入清净觉 若知我空 无悔我者 有我说法 我未断固 众生受命 亦不如是 就是我们呢 就一定要怎样 不管你是红法者 还是文法者 我们就要去觉察到自己的我啊 那做人做事啊 只要有我 你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标准 挑挑框框 一大堆啊 那在什么时候会发现 你一个人静静的 不会有发现啊 不会发现你这个我直啊 什么时候发现 哎 互动 你做事 啊 我们现在要办一个活动 就发现嗯 不通啊 那个人呢 意见很多啊 我的意见跟这个人 意见都不一样啊 那到底谁的对 没有对 都是我啊 那我像很强的时候呢 你就会产生争论 大家都没有办法协调 所以其实呢 这个佛陀所建立的这个生活呢 他讲啊 叫六合径 这个六合径的和啊 其实就是无我的概念 你无我 你才可以跟与人为善啊 才可以跟大众和合 否则我们就是啊 这个什么都有意见 都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除我向啊 是修行的目标啊 是希望啊 大家一定要从根本上来认识啊 末世众生说病为法事故 名为可怜名者 虽情精进 争议诛病 事故不能入清静觉 这边讲的最主要的是 我们用带着病的眼睛啊 带着病的智慧啊 这个就是带上了我像啊 然后来看一切的法 我追求的一切的法 我修得的这个究竟的法 好像呢 自己很厉害哦 你已经证得究竟法啊 那其实呢 这个倒是就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而且会很偏 有时候呢 师傅会参加一些团体啊 就听到呢 这里面的局势啊 这个顿法 那有时候偶尔会有法师啊 那也就会发现呢 哦 这个大家呢 只要觉得自己学得很好的 哦 通常都很坚持 然后呢 这个很我直 怎么样我直 就是觉得自己读到的 自己礼物到的 自己所啊 讲出来的 或者是自己所推崇的 这个就是究竟法 其他的都很差 很糟 然后呢 都不上道 都不够水准 那这真的是啊 到最后就很可怜 是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已经 因为自己的傲慢呢 而没有办法再去接受 所有的一个啊 不同的说法 他的心啊 很狭隘 越走越偏啊 那所以我们在离主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啊 这个顶礼什么 诸大善知识 要有一种 广大的心量 圣财同志 五十三餐里面呢 其实他一直不断的 在教我们什么 就是一个 什么法门 都是可以 成就无上菩提的观念 那每一个善知识呢 他之所以成为善知识 他都不会说 哎 善财 你现在就在我这边 我的法是最好的 你不用再学的 你就不要动 每一个善知识呢 都很谦卑 他说这个只是 我学到的法 我希望呢 你可以 可以学的更多 所以我会给你介绍 哦 下一个善知识 一个介绍 一个 一个介绍 一个 每一个善知识 都很值得学习 那我们呢 有没有这种信仰 每一个众生 乃至于 即使我是师父 你是弟子 弟子也有 可以学习的 的这个方面 也有这个优点 每一个人都有 如果你的心里面呢 觉得 没有人能够 让你学了 哇 那你惨了 你已经停止进步了 可是你是佛吗 不是耶 你不是佛 你一定还有得学 那你如果发现 都没得学 那表示什么 你的傲慢心太重了 你就没有办法 在别人的身上 看到你可以学习的 哦 所以这个就是 我像 很严重 那如果这样呢 其实是很可怜的 你看起来很精进 可是其实呢 是一直不断的 你的精进 一直不断的增长 那个我 越后面越严重 越后面越糟糕 怎么办呢 真的很可怜 所以呢 我们自己啊 就要有这种提高警觉 要随时保持啊 心如大海 而不要呢 心如高山啊 所以 末世众生不了四项 以如来解 己所行处 为止修行 终不成就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啊 奇怪 怎么以如来解 所行处来修行 这不能成就 不是 是因为以四项来修 这个如来解 以四项来修 一切的法 所以呢 这边就讲 有的众生呢 就这个项很重的时候呢 为德 为德 为正 为正 就是他其实 还没有到佛的圆满 可是呢 却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随时呢 你学到了一个究竟法 你就一直不断的批判 批判别人 如果别人讲的比我好 修的比我好 心神忌妒 就是啊 这个 别人更用功 心里面不是滋味 别人受到了表扬 被称赞 或者是呢 别人的道场 很大 很庄严 别人的这个众生弟子啊 很发心 那你也在心里面呢 很不舒服 甚至于呢 有时候啊 我们自己的心啊 也不知道在嫉妒什么 其实也不是对方 真的很厉害 就是自己的心 有那个嫉妒心 那对方真的很厉害吗 你怎么来的 不是 是从你的分别 因为人跟人 是不能比较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比什么 你的比眼睛 比鼻子 比嘴巴 比头脑 然后比你的放下啊 都是很难的 所以呢 有比众生未断 我爱 事故不能入清境局 那你一旦开始进行比较 那其实啊 你已经 开始产生错误的认识了 所以如果你讲话呢 是这样 哦 你好发心 你比我还发心 那你就很好笑了 所以表示呢 你自己啊 都搞不清楚 所有的一切万法 自有他的因缘 他是不能比较的 那我们却以为呢 有得比 所以这个都不能够 契入清境局 每个人的发心 不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发心 否则我们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弃悟自己的情境心 所以善男子 末世终生啊 希望成道 无令求悟 唯一多文 增长我见 现在问题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要明白 要悟到 那很认真 很努力 这是好事 但是认真努力 一定要从自己的心的根本 这个四项去解套 否则呢 你看起来的 做很多事情啊 其实就是有相功德 就会像梁武帝这样子哦 造势 杜森 出家 奖金说法 直述 很节俭 可是问题是他心里面的那个烦恼呢 觉得自己是要做就要做最厉害的呢 那个没有解决 所以呢 但当金情相符烦恼 起大勇猛 否则啊 我们就会怎样 诶 没有办法 清静 这个清静很重要 这个不清静这件事情 是不是别人哦 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分别心 所以佛陀呢 他最后呢 就讲 如果你能够这样一步一步一步 对境不生 比我恩爱 如果能够对于这些贪嗔之慢 一样 这这个你我他的这种分别 爱跟正呢 佛说世人见智成就 你就可以渐渐的一切极灭 最极灭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烦恼不生 你这些问题啊 这个正爱 你都很自然很自在很随喜 这其实我们都是在练习 在学这个 你碰到一些金 都能够呢 哦 很欢喜 那不是啊 怎么又来的 你是不是要来找我麻烦 我最讨厌你这种人 怎么这么倒霉 我又遇到了 那这个你就 自己就把自己困在 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监狱里面 那也很痛苦哦 因为这个世间啊 没有人要把你绑住 是你自己会把自己绑住了 那别人是什么情况呢 什么境界是什么状态呢 你不需要去怨恨的 因为那不是你的功课 我们的功课是什么 就是看紧自己的心 不要让自己呢 掉入这个烦恼的漩涡里面 所以就讲哦 求善之士不断邪见 若于所求别生真爱 则不能入清净绝海 这一段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敬诸厌障菩萨 他在问 我们为什么明明有清净心 却不能够正入 产生的迷闷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很简单 就是那个四项 四项里面呢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项 所以我们只要记得随时盯着自己 不要让自己起这个我项 他就可以敬诸业障 所有的业障都可以消 所以怨消三障 诸烦恼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我呢 可以净化他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气入真实的自我 就是清净的圆觉 好 那我们这一段呢 就是在讲这个净诸业障菩萨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的部分 普觉菩萨跟圆觉菩萨 好